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五百年来 来了以后动物所 港城的只有五个大学生来报到 三个在动物所 两个在生活物理所 后面就是提水跟道士一山 山上去找一个好事的地方 去订了发布动物 设备全部都我们自己动手 六亿年我们从云大坐着卡车 就来到动物所 来了以后被安排到西村坂那建站 不到一年就掉回所里边 刚来的时候 盘山公路把我吓一跳 好像那个车马上就要掉到山间里去一样 当时山上的交通不方便 所有的东西都得要市区里面挖上来 自来水的话是我们自己打了四百米的深井 自己抽上来的 五九年九月份有 两个熟练在家来了 开始工作 比较简单的工作 九九九九 主要用猴子来做实验 做药物对创射物质的一些保护作用 大概进行了有六年 我们就被安排到特务期的元期生物水效应 还有他们辐射审商的研究 当时做早朝以后 所领导叫我到办公室 就告诉我 有这么一个国防人物 参加原子弹 现场实验 生物效应组 所以当时我们听到 接受这个人物 就是一切都是为了 要完成这个人物 不管多么江湖 自己都能够认识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 和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云南省发生了比较重的农田的病虫害 一九七零年的下半年 所里面组建了昆虫石 给我们的任务是 要能够用刚刚兴起来的生物防治的手段 以菌治虫和乙虫治虫的手段 一直病虫害的发生 那么后来珠江电影制片厂 拍一部纪录片 就把我选到考他队的里头去 帮助协助他们的拍电影 在拍摄的间歇里头 就在西川版纳的林子里面去采集 昆虫研究室里面的第一批 将近一万号昆虫标本 后来所里面在云南全境 进行了三次领外考察 我们考他队采的 前后就有四十多万号标本 当一校广东就是想要考校的春天 大家的工作稳定下来 就稳定了年来的林子里形态 已经发研究 那就是跟真正的关心我们做学们 晚上整个实验室到处亮灯 似乎十二点以前都喊是一瓶亮灯 那些年前人那奋斗精神 真是感动人 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特别难的是什么呢 猴子做了以后他就打瞌睡 很耐心地等他 所以做一个十年要等很长的时间 在一路大学的那个活动者他说没法做 他说猴子耗死 而且必须要有很大的耐心 得想好多办法让他活动一下做一些工作 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工作坚持下来 我们能说去白天要进行野外的采衣 晚上还要进行灯釉 白天晚上只要是天气好的话 我们都是在野外工作 大家认为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才能够符合党对我们的要求 动物所已经把云南及其周边的很多动物的 基本情况是研究的比较渗透 而现在的话我们深入到了分子水平的细胞水平 我们有中国科学院的昆明食物研究所 我们的动物研究所包括科学院的西传板那带植物园 研究成果反映出来我们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度 植物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动物全国总数的40%左右 昆虫来讲在60% 记录下来的鸟类种类大概是占全国接近70%的左右 除了沙漠生态 所有陆地生态系统在云南全都有 这样风物的生态系统表达出来的是多样性 那是在全国方面之内在世界都是非常稀少的 在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引之下 云南的生态环境的变化跟我们早期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原来的屠山现在就已经被森林所覆盖了 现在我们很多的湿地的建设 国家公园的建设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给我们云南的生态环境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有很多的 鸟类以前可能是觉得 不存在的现在又回来了 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物种 还有新的发现 比如说 鹿将近时候 这样一个新的物种的发现就很有意义 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新的植物的物种 昆虫都有很多新的物种发现 之所以联合国的生物多样的COP15大会定在云南昆明召开 就是因为云南有丰富的生物资源 在我们这里开我觉得意义是很大的 第一个是能促进我们云南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上面做得更好 今后的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之内 怎么样呢 把我们现在已经取得到保护的成效 继续往前推进 继续把我们的绿水青山做得更好 物种多样性的更丰富 这样的话是我们的子生获得那一个最好的环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